只要能夠看到你跟你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好幸福喔 哇~~ 這樣會不會有女生對這一招啊 每個人都這一招 這個的確也需要困擾一下 金寶情緒融化阿布 不當溜妹高手 エラ這樣教 我兒子他不是很愛我嗎 然後前陣子我就是腰痠背痛 回到家我在跟他睡前說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撒嬌說 金寶媽媽腰好痠 你可不可以幫我按嗎 然後他就幫我按一按 然後雖然按得很爛 但我就說好金寶謝謝你 他就說那媽媽不然你幫我按 然後我就說喔好 我就幫他按 然後按一按他就 按完了以後他就說 媽媽被你這樣子按摩著 我好幸福喔 我就說喔是喔這樣就很幸福喔 他說不對 應該是說 只要能夠看到你跟你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好幸福喔 喔~~天眼蜜喔 所以他在哪裡學你知道嗎 更有學 我也常常會跟他講這種天眼蜜 他以後可能教女朋友之後 可能媽媽就不是第一 喔完全不介意 你趕快去吧 所以這樣他會不會有女生對這一招啊 每個人都這一招 這個的確也需要困擾一下 所以你要一直教會他 教育他 就是如果你對別人沒有那個心意 你不要輕易的肯定 或者是給予一個正面的回應 如果你真的沒有那個感覺 你可以客氣的回絕 現在已經開始在意 有有 有老師或同學媽媽也跟你反應說 你兒子很會撩人 目前還沒有 目前他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跟大哥哥玩 女生的同學 對他而言就是他 小男生就會嬉鬧那種 但是我就會告訴他說 你要尊重別人的身體 要注意這些東西 然後不能隨意讓人家碰你 你自己也不能隨意讓人家碰 你也不能隨意去碰別人的身體 這個我都會一直耳提面面提醒他